专家建议要降低老百姓的收入,提高公务员的薪资水平。 经济学家李建格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,降低老百姓的收入,同时提高公务员的薪资水平,或许是我们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。 李建格表示,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比其他国家较低,这使得国内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。 然而,我们也要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,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,以及国外市场的不断开放,一些企业开始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。 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,我们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,适当降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。 降低农民工收入并非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,而是出于对整体利益的考虑。 通过适度降低农民工工资,我们可以有效吸引外资企业的投资,保持竞争力,并为国内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 这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,还能够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。 然而,李建格也明确指出,对于公务员群体,我们却需要给予适度的薪资提升。 公务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他们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,确保公平正义的重要责任。 然而,当前公务员薪资水平相对较低,难以吸引具有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公共事业领域,对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造成了一定影响。 度假,人人可用的AI创作工具。